西兰刀到底有没有用,有有人说没用 因为我没出过这个装备,我不确定有没有用 这个比魔切好用吗? 收集者我不输,收集者我应该是不会输 西兰刀收集者,西兰刀加收集者 这样偏暴击开引的话也有说法 有那么一丝说法 有点说法吧 你说撕开以前都没有 真的吗? 那我到底是不是啊?我就不试了吧 又有人说没用 那我不试了吧 我正常出来的时候 OK,那我正常出魔切了 魔切我觉得是可以吃的 这个盘生很疯狂啊,是不是 他把自己抓死了 很狂 说实话有点没看懂 这三排好像很狂 我的队也是三个牌 三排一起的 好像他们三个很狂啊 不需要我出手了 我上个5上去越来 打点能量也好 这种我建议还是第二下去抓无压的 这种继续搞上没关系 是一个A卡 A点能量也好 好像可以杀呀 好好杀呀 他等级太低了不要说 我5级他3级 诶,他和线也没吃 这个拍声感觉有点疯狂 说实话 什么都只想抓人啊 哪有那么好抓啊 所以他这个人不太会打野 他只想没抓人 魔切收集西兰刀 你这个感觉更那个了 更那个啥了 算了算了,我就正常出吧兄弟们 等一下,别收出效果 这个魔切的 打水晶买一个 这个打野水晶太低了 感觉应该是不畏了 他们三排然后碰到不畏了 嗯,不是红砍的 就不红砍了 我就等着变冷砍了 没有宗师的 这是宗师局啊 真不是,真不是 真不是什么黄金 这个人只能说是不畏了 不会玩 也不能说他不会玩 只能说他只抓人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其实看过我直播的朋友们 诶,这个是大波兰偷的吧 我没看错吧 行 他是不是大过来的 我应该没看错 这哥们是大过来的 先等会儿再杀吧 等他打到以后结束 他过来给我送的话 我就要打他一下了 他不是大过来的 也大 我再打一波就变生了 想办法变个生了 要不再杀一波的死围银吧 我感觉可以 黄 bury 中央差点 然后变生也差一点 要就杀他 还行,别杀,这样变生了 回去变生了弟兄们 这把很舒服 这把变生也很快 这不太优势了,我就直接出魔切了 这样比较快一点 正常肯定是有梦啊 但是这把队友太厉害了 所以就直接变了 变身什么条件 就是抓这种远行英雄 变身就比较快 变难看 如果你 大刀压他闪现 他肯定会交闪 这种大刀跟闪出你 可以稍微骗他一下 然后可以多骗个闪现 如果你直接大的话 他不会闪现 这种的话可以稍微跟一根 稍微可以骗一下 等他 等他交闪的时候 你知道吧 差不多等他 你感觉他快交闪的时候 就可以 就可以放这个大刀了 对吧 对面这个三排不行啊 对我们三排干脆的 对吧 是三排打三排 然后还有一个双排 一共都是五排 一共都是五排 对吧 对面是五排 我们也是 对对吧 然后这水平不平均啊 直接碎了 对面 对面 不开身好像是属于那种 只杀个buff 然后去抓人的 我看他每次都没有buff 他野区里其实 有什么 有什么消息 水水来就不好扎了算了 我确定他会进了 牙齿里大扇 有点凶啊 谁回忆之光 卡到以外清了然后下次然后再下一个黑卡就行了 他把以外清 我知道卡卡怎么救啊 我已经知道了 但没必要刻意的 没必要刻意 像这种蓝马和地形你卡墙只能卡到前面那个墙 就是这个我瞄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没必要拉到那边 然后这里可以卡这个墙 但我现在是隐秘广态 但是这种墙没必要卡你看卡这个墙没意义 你别往下面往下面拉野怪就是这样更快知道了 别拉野怪就行了 这种墙的卡墙 我们卡墙满个Q 你看假如这一墙你别Q看到没 这样的话不用移动不用位移 就是直接撞墙了你可以理解为你Q撞墙了 懂了吧 但是你手握是需要拉野怪的 所以你刻意卡墙Q没必要 这野怪都直接秒了 所以你卡这个墙没什么意义 像这种双打是可以的 现在已经登录完了 这个打野太差劲了 但是他们刷完路是自己抱歉了 其他的这个打野还是有问题 就正常测试下伤害吧 我能秒的乌鸦看 少一点点伤害少一点点 但是可能跟我摩切没点满是有关系的 我摩切点满他肯定是死了 这波应该是少那么点伤害 乌鸦什么装备我看一下 乌鸦是一个死光的 正常秒的死光是可以秒的 我看你都出飞机者 为什么凯影都出飞机者我不说 除非我现在想出暴击了 但是你们说那个夺随之间没什么伤害 但是这个装备具体我没有测试过你知道吗 我没有测试我也不敢说那个东西到底有到底好不好用 不敢给你们告诉你们答案是 比如工资高吗 不高不高不高 高的话我也不用这么辛苦 你们白天 我现在是白天打职业晚上 还来下班了还来直播知道吧 高的话觉得怎么用这么辛苦 没发乌鸦的 乌鸦还没出来 魔切出来好伤害就已经够了杀这种人不需要大招了 但是你们说那个暴击开影我不确定能够用 因为我没有尝试 不尝试只多不瞎说 你真敢过来死了呀 还已经不想玩了 暴击的我没试过 你们有没有试过的暴击流跟穿甲流到底哪个上海上 确定试过的 你还没有试过的暴击流 我打的是中师 我打的是中师 我一次把这边3排 可能有的时候那种三排 三个人都比较坑 所以别被碾压了 我们这边三排可能三个都比较厉害的 暴击没有磨切参加高 那就不是暴击了 那就不用试暴击了 你们都说这个暴击 他还没有参加高了 那就正常这样出 这把是五排 就是双排加三排 然后的话总是五排 然后刚好对面五个比较灿 也没有还手能力的 这样他们打野可能是不畏的 他不畏打野碰到我 也没办法 应该给他看什么呢 应该给他看什么呢 他还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这个伤害 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还是低那么一丢丢 我打他了 因为我要跟两个便宜才能打他 那么一不算两下 你们怎么这么喜欢收集者 感觉我感觉收集者真没用啊 不管顺风击风我都觉得那个装备的属性不适合 当然你们喜欢那个999那个爽感 倒可以是 倒可以倒可以出 但我觉得那都是假象 我需要的 要看清楚事物的本质 要看清楚事物的本质 说25